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那今年的这个周年的贺域就会在这个10月7号开始 今年在这个贺域上面的玩法就是会改变了一点 那今年就可以去选三个属性 然后在九只角色里面去选下一只 属性方面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斩压一个属性就好了 就跟之前的重播域一样 就是抽这些免费的转单的时候就千万不要贪心 转单方面的话 大纪念还是跟往年一样 就是可以去选择这个多人连线 那四个人去抽这个转单 那最多就可以去获得到四只角色 所以这个转单就大家一定要去使用这个多人游环 如果身边没有人或者那个附近都找不到朋友的话 我们那个频道会有这个DC群主 欢迎大家去加入 这个周年贺域就是可以去获得到一个蛮多角色的一个机会 所以就趁着这一次机会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他这个转单可以去选怎么角色 这部分今天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火属性的角色 那我就会分成这个超推荐 跟限定角色跟一些普角的推荐 那超推荐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去看得到上面这些角色的话 就是会建议你去选择 对然后如果就是没有上面超推荐的 就是你看到下面限定角色的部分 那就可以去挑这些限定角色 最后就是普角推荐的部分 那如果就是没有去出现到这个限定角色 或者就是出现的限定角色是离这个重复很多的 在这个普角推荐的部分都是会建议大家去入手的 接下来在这个超推荐的部分 第一只要介绍的角色就是B迷糊 性能方面火属性反射超速度型 然后他被动方面的话就是会有反魔法阵 超反减速B回复M 超反伤害B 目属性杀手M跟目属性类型 被动组方面他减速B也是当下版本的被动 然后他目属性杀手M的部分 就是去特别去针对这个目属性 去配搭上友情及16方向雷射EL 跟这个全体锁定雷射EL的话 可以去输刷很多低难度关卡 或者去挑战一些中高难度的关卡 然后到第二只角色会比兽 贯通平衡型 然后他的被动方面就是会有超少雷者L 魔法阵阵斧 物属性杀手 超SS回合加速 然后他的巨人方面的话就是会有这个反减速B 跟这个SS回合征斧 角色部分在针对高难度关卡 是一个不错的直偶角色 然后在友情机方面 他会给到这个拷贝跟敲墙反射真子弹 比较重要的话就是拷贝的部分 可以去配合上那个黎奥的反射环去做使用 那基本上他的拷贝去搭配上他被动 有的这个目属性杀手的效果 从会比收拷贝出来的反射环 都会去针对目属性的敌人有多1.5倍的伤害 比较重点还是可以去配合黎奥去做使用 在目前当下版本来说的话是很多关卡都可以做使用的 如果新手UKUN有这个黎奥角色的话 这个就是会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接下来就是会到第三只角色火刀鬼人国刚 那他的性能方面就是火属性贯通力量型 被动方面就是会有反伤害壁 超少雷者M 反魔法阵 超SS回合加速 然后他的巨人方面就是会有目属性杀手跟这个吸取 角色方面就是一只超值欧角色 就主要是针对这个中高难度的关卡的 目前当下的环境就是天魔山的MVP 那前面就有去提到过他前面这个多人转弹 就是可以去一人抽到这个角色 然后四只账号都可以去获得到 所以如果就是在天魔山去缺角色的话 在这个赫玉转弹里面去抽到鬼人国刚的话 就可以都去把四只角补上 然后回到爆青天 性能方面火属性反射炮击型 然后他的被动阻方面就是会有反中力护罩 少累者EL反魔法阵 跟有情记征服 然后他的巨人方面就是又会有一招浑身 这个效果就是自身的攻击力会去提升三倍 但是速度就是会只有这个四分之一 直欧方面去配合上这个浑身 就可以去做到这个敲墙的直欧输出 有情记方面全体锁定雷射EL 跟这个双弹箱雷射EL 去配合上这个炮击型跟有情记征服的效果 也是一个不错的炮台角色 最重要的是这一只角色是放在这个真英雄之里面 就是你一般的时间是不会去抽他的 所以就是如果在这个赫玉转弹中去抽到他的话 就可以去补上一个不错的战斗力 然后回到第五只角色圣德太子 那这个角色也是今年才新推出的限定角色 他的性能方面就是火属性贯通速度型 然后他的被动就是会有超反伤害B 反传送超少雷者L 有情记征服巨人方面就是会有活力杀手M跟冲刺 角色方面活力杀手M速度型跟冲刺 可以去提供到一个不错的直欧能力 然后他的有情记方面 超觉全方位三弹枪跟这个反射冲击Boss吧 却配合上这个有情记征服也是一个不少的输出 所以他那个整体上的角色就是一个综合力蛮强的角色 新手跟普通玩家抽到他都很多地方可以去使用得上 如果老手玩家去想要去刷28B的话 去选择圣德太子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然后推荐大家的角色就是小野小鼎 因为他那个小野小鼎虽说就是去年兽神化的角色 但是因为他有两个形态的关系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刚好去选中他的时候 就是可以去有这个两个形态去使用得上 角色性能方面活属性贯通平衡型 然后他的被动就是会有超反传送 扫雷子的EL反风 他的巨人就是会有连击杀手 从事M跟SS为何收剪 角色方面有一定的直欧能力 但是他主要就是以一个辅助的性质为主 他的友情技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含有的超强异常状态 恢复暴风 就是去碰住到这个友情技的时候 就是那个可以去解除掉这个异常的状态 然后他LSS也是去碰住过的敌人去进入到这个HP的7兽状态 就可以去有效的去恢复自己的血量 综合来说的话就是一只蛮不错的辅助角色 然后就是前面有提到过的第二个形态 火属性贯通平衡型 然后他的被动组方面就是会有超反中力护照 反传送 毒杀手M跟这个回持巨人倍率 然后他的巨人方面就是会有这个反板块跟这个吸取 这个形态的小野小鼎就是会比较偏向这个直欧的角色 他毒杀手的部分 无论是什么属性的敌人 就是有去伤到这个毒的状态的话 都会有这个两倍的伤害 所以就是他的使用范围就是会比较广 有情技方面去配合上这个毒杀手 也是可以去打出这个不错的伤害 所以这一只角色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去比这个更好的先灵角色的时候 这部分我会比较推荐这一只角色 接下来介绍的角色就是蓝色洛特X 性能方面就是火属性反射超平衡型 然后他的被动就是会有扫雷者M魔法阵征服M 然后他的回服M 然后他的连奇技能就是会有这个超反中立护罩 超反风跟目属性杀手 角色方面他超反中立护罩跟超反风的配搭 可以去增加那个角色的速度 然后他目属性杀手跟这个魔法阵征服M 他们两个的倍率都是可以去对叠上去的 所以就是一只蛮不错的直欧角色 在有情记的部分就是会有这个取人射击 跟这个全体关通冲击波山 那他们都是可以去试得到这个目属性杀手的效果 整体上来说的话还是一只综合力不错的角色 虽然目前没有在特别的关卡里面去捉球 但是因为在这个周年的时候刚刚收神话改的关系 那他的未来性或者就是未来的关卡 会去用伤的机会还是会比较大 如果在限定角色的部分去抽到他的话 还是蛮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一只角色的 最后来去介绍一下普角推荐的部分 选角的部分我会蛮推荐这一只打神变 性能方面或属性反射平衡型 然后他的被动就是会有超反伤害 B反传送飞行反击杀手 巨人部分会有反板块跟XX合和缩减 角色方面有去对应上四个陷阱 那这个四个陷阱方面还是目前怪物坦珠 往着高难度方向的发展 所以他这一只的角色未来性是会有道的 然后他的反击杀手部分也是可以去提供到一个不错的输出 所以在普角部分如果大家没有去入手到这个限定角色 然后也没有这一只角色的话也是蛮推荐大家去入手的 这一次我属性角色的介绍部分就会到这边差不多 那上面的角色部分的话其实还是给大家去做个参考 大家还是要去根据自己包包里面的角色数量来去做选择 那影片的话就会到这边差不多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跟按个订阅哦 今天这部分谢谢各位大家的收看 那就到这边咯拜拜拜拜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